葫芋子蛋餅嗎 這水煮牛肉它不會辣的 這幾乎每桌都必點的 鯰魚蛋蛋餅 那也是我們 這鍋是馬來可以試試 店家什麼東西是最受歡迎的 大家必點的 出來嗎 出來 出來 出爆了 好好吃喔 真的很出爛 宵夜吃的也太豐富了吧 這個 你們宵夜敢吃這個嗎 可以啊 我也敢 因為我超愛珍珠丸的 可是吃完應該是胃胃不舒服吧 我會 心情會很舒服 心情舒服什麼都舒服吧 對不對 有道理 你們最想吃什麼 天啊 我想吃那個流沙包 那是流沙包嗎 我昨天晚上宵夜才吃什麼 我吃流沙包耶 這可以吃一點半 錢都吃得到這一些喔 可以啊 這是奶黃包牛拿包啊 前面那兩個都是吃什麼 烏魚子 烏魚子蛋餅嗎 對對對 我想吃那個 烏魚子雞蛋餅 大家可以來吃 小吃麵 好 謝謝老闆 像是你們店家什麼東西 是最受歡迎的 大家必點的是哪一位 我們這個知識烏魚子蛋餅 這是全台灣我們 就只有我們在做的蛋餅 烏魚子跟蛋餅居然是搭的 對 是嗎 好吃耶 好吃超好吃的 你要一起吃 有出爛嗎 出爛 出爛出爛 好好吃喔 這也很出爛耶 這也很出爛耶 我也被出爛了 真的沒出爛 因為它這個肉好嫩喔 它雖然是水煮牛可是它不會辣 但是它有麻的那個香味 然後再加上那個超軟嫩的牛肉 超軟嫩 對這個可以配六十碗飯都沒問題 這種 六十碗 就是它的 不是六碗飯都沒問題 講錯了 講錯了六碗飯 那個鴨血應該也很受歡迎 我真的好嫩喔 這是幾乎每桌都必點的 必點的 對啊 這是什麼鴨血 麻辣嫩鴨血 它的鴨血我們也是用 我們煮的方式下去保留它鴨血的嫩度 讓味道進去裡面 怎麼樣怎麼樣怎樣 很入味 喔 很入味 完全 那我想問這個上面是什麼 那個是咖哩魚蛋蛋米 那也是我們招牌的 咖哩魚蛋 咖哩魚蛋 好特別喔 那都是我們用港式的料理下去 延伸出來的 鴨血很好吃 鴨血很好吃嗎 很入味 很入味 這嗎還是辣 都還有 味道很刺激 對 但是是很舒服 我覺得不吃辣的人也可以吃 我不吃辣 它就是有保留那個香 很香 所以裡面第一名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 我喜歡鴨血 第一名是那個鴨血 我也喜歡鴨血 我覺得鴨血但你要讚 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我們的粉絲鍋類 麻辣類 然後 粉絲鍋 粉絲鍋類 它會有麻辣跟麻奶的口味 麻奶 對 這鍋是麻辣可以試試 麻奶 就是麻辣加牛奶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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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的奶M3 那個麻的奶 我哪有麻 那個麻奶 麻的奶 我以為我已經麻雞了 是麻 所以是麻辣加奶 對 綜合料辣度 簡稱麻奶 你要不要喝喝看麻奶的味道 麻奶的味道 吳孫來一下麻奶 我喝喝看麻奶的味道 這是什麼感覺 九層塔的味道好香喔 九層塔 它是九層塔先出來 然後帶有一點 那個牛奶的那個濃郁的口感 馬上就被麻辣給蓋過去 它是三層的口感 哎唷 有點麻 它的辣味很後面出來